好 现在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首先由王立勤发球 承受很多的压力 最后夺得了南单的冠金 是在去年2004年雅典奥运会亚洲区域的预选赛 在昨天呢 他是报了跟国际比赛当中的战胜中国运动员 在其他的比赛当中呢 他还从没有胜过中国运动员 好 我们现在来看比赛 4比0 好球 听力量 而且我认为韩国的训练 包括韩国的教练 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教练 水平也是最高 对 所以韩国对中国很有研究 听说到一个小时左右的针对性训练 所以他们打中国人还是颇有心得体会的 也是下了很大的是纸板反交打法 他自己的特色 拉起来 好 散了 延伸是特点比较轻 包括发球里面抢功 李天悦我觉得 从现在画面上看他还是有一定的 9比8 好 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王立琴是以11比8先胜一局 训练 训练有史以来在南线都是最刻苦的 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李廷佑的发球还是比较旋转比较强 王立琴判断上有点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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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板横打 所以应该说王立群球路上是非常占上风的 对纸板反交 无论从训练从比赛来说 他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很体会 抢了 拉直线 也研究的比较透彻 因为在竞技比赛当中就是这样 当你输一次之后 你肯定会对你的对手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战术 好球 擦边 就足以能够牵制住对方 对手了 因为韩国除了无上银 他实力比较足是红板两面反交 所以他历史我觉得在关键大赛尤其到决赛的时候是比较可怕的 包括杨颖 你自己打球也是这样 对 我觉得韩国的就说的要打决赛的话 像柳成敏啊 像这个李庭佑啊 他达到一定境界以后一定会有一定的威胁 对 其实先李庭佑的这种表现 也可以说奠定他的第三号单打的一个基础 好这样第二局比赛当中呢 李庭佑是以11比6胜了一局 上下中国乒乓球大奖赛男子单打的决赛 是由中国的王立琴对韩国的李庭佑 这是第三局的比赛 打的困难的他应该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他尽量加强前三和回国的决赛 就是按部就班的行程程度上 他一定包括一些落点变化上 他都应该下点功夫 我觉得这个运动员还是有一点实力 但是相对 就像李小冬 我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漏洞 就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没有进攻能力 在男子比赛当中呢 像这种比赛 其实作为他们来说 应该说积累了一些经验 和一些教训 到大赛上能够缓过来 好球 连续拉反手 王立琴侧身 好球 这个这两年刘国良教练 包括十十号教练 就是在他比赛处理球的比前几年要彻底一些 所以一个作为王立琴 我底下跟他聊 他还是比较有底 中方球技术这块为主 对 王立琴是比较执着 你聊别的东西 他还真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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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刘南葵 金泽珠 包括玄景和 他们之所以后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这一点来说 将来对中国队在技术战术的分析上 应该对中国 回短 拉直线 王立琴非常娴熟 第三局以11比5 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局的比赛 由李庭佑发球 从这场比赛来看 李庭佑的发球 还是很值得我们 中国的运动员和教练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对 但是现在王立琴 就是技术能够正常发挥 而他的心理呢 非常稳定 所以这和以前呢 是有很大的突破 就是给观众非常放心的一个感觉 3比1 在场上还是让人觉得比较稳定的 以前这个球比较细腻 还是比较这样 包括他的快搓 还是旋转 还是很强 他现在缺的也就是 如果说我感觉这个球比王立琴实力差很远 那我可以上来就把他打乱 对 就上来采取一些超凶的这种打法 其实就像赌博一样 而且中国也派出了所有的主力队员参加 在下周呢 还将继续在深圳进行第二战的中国大奖赛 很恢复训练 如果进展的顺利的话 那可能下周的深圳大奖赛 更多的球迷朋友和关注朋友 观众朋友能够关注张一宁的付出 别忘了 就说最厉害的 我们应该要败死了 我们应该是否能败死了 一招 我们应该是否能败死 跟筱力 最后更容易打算 打冷 真的 我 7比10 这样王立琴呢 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是11比8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局的比赛 其实应的目标啊 应该非常的重要 其实你的目标定的有多高多远 对你自身的要求也是同样的 我们中国队是有利呢 还是有一些这种其他的因素 国家综合实力 所以他一般的男女传统就有三名队员上场的话 无论从世界紧标赛 我们的奥运会我们的双打其实也没有实力过 对 所以我觉得尤其作为男线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难度 对 尤其像昨天就说到 尤其像韩国男队的话 吴尚银还在走 有上升的趋势 包括刘 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是由王立琴对阵韩国选手李庭佑 这是第五局的比赛 说王立琴现在占据了场上非常大的优势 局数是三比一 小分是七比三领先 根本啊 它结合的比较好 对 我们来看下面的比赛 李庭佑发球 王立琴搓长 防一板 这是在防守之后 我高利子 对 好球 这是在技术当中比较欠缺的一个环节 侧身 拉住反手 对方反拉了 这个球是韩国运动员一个比 六比八 您啊 陈启啊 包括王浩 他们都到比赛现场来看这场男单的决赛 从而呢 也是研究对手 还是拉反手 通常这个运软领先以后啊 他觉得胜利再忘了 他稍微走一点时 或者 侥幸所稳的话 局势满后就不良 发短的 搞斜线 防一板斜线 非常漂亮 好球 这样王立琴在第五局的比赛当中以11比8 胜了李平佑 从而获得2005年苏几亚中国平凡牛大奖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修正在前面 我只是想让你过去 我又要看你过去 我又要看你过去 谢谢观看